這部是FUJIFIM的SUM CARDION MULTI 2000 OP 它是一個35-80mm 留意前面有一塊它本身的FILTER 它的設計是類似All-Weather的意味 它也沒有寫,不過感覺是 很霸氣地寫著FUJIFINON PANOWAMA MULTI AF 防眼的 開機 開機呢 留意,開機和關機 它輕輕凸出來 還有這個LCD沒有顯示 直至鏡頭時 鏡頭時也是顯示一下 它節省節省得很重要 變招是快和靜的 我覺得 那個LCD會有什麼顯示呢 就是會有這個,譬如SELL TIMER SELL TIMER會有一次 兩次 以及三次 你放什麼POSE都可以 推上去 推上 FUJIFINON FUJIFINON 最有趣的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要設計 有時候 有些人 突然發瘋 發瘋 就會 推開 按鈕 令到 走光 即是有個歐 遮住 走光 沒有走得那麼重 也不行 這個就剪短了 也剪得很難 OK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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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一次過 全捲出來 在FUJIFINON 這個 是屬於 JOP IN 這個 PELOADING 有好處的 因為我們 有時候 你拍照 可能 即是很簡單 譬如說 你拍照 去到 譬如人家 結婚簽紙 一個很神聖 很莊嚴的地方 那你拍照 很好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能在事前 外面 你拍了一些 相片 你又 很趕 很貧能 進去 人家在簽紙 拍照 那時候 你的相機拍到 最後一張 一聲 即是 自動會卷 一聲 那是很壞 氣氛的 而且 你不能 不要叫 新人 這個 麻煩你們 那個 婚禮官 再說一次 新人再 叫 可能 因為這個原因 就有 這個 其實 這也是一個 禮貌 文化 和一個 設計 來的 變焦 譬如按中間 就是 它是兩邊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中間 有一顆 日期 背 就 禮貌 因為 去不了 2020年 這個 就是 Panoama 全景 模 你看到 機身 有一定的 花痕 那 就 有一定的 花痕 但是 仍然 是很完整的 那 我很高興 告訴你 應該這部機器 挺耐用 即是 它 算是 去過很多地方 都 依然是很健康地走 那 就說了很多 那 我就 馬上試了 那 它 就 剛才 看到有 三下的 Sell Timer 我就直接 試三下 有 顯示燈 對了 顯示燈 第一下 第二下 那 拍過拖子的人都知道 那 如果你 普通 很普通的相機 只有一個 設定時間 那 如果 設定好景 尤其是用腳架 設定好景 那 那 就是 你有時去尼島 那些 沒有什麼人啊 那 或者 一個地方 會什麼的 那 你設定好腳架 那 你拍完一張 你又走去 腳架 又按一下 又走回去 走來走去 那 這個 二次 三次的自拍 就會幫到你了 講得很沉 那 這個 很明顯 是一個 防紅眼 這裡 也有 Wed Eye 的 reduction 它 用這個 很大的 燈膽 來做 防紅眼 那 回電的 訊號 就是 充電的 這個 就是 Force Fresher 很明顯 它真的很有趣 它是 按的時候 它才會顯示 那 它可能 有好處 有個好處 就是 它每個 symbol 都是很大的 很大的 譬如 菲林 拍到第二張 是很大的 是清晰的 那 這個 就是off 閃燈 你看到 它的 coating 就是 Fuji-lon 那些 當然有 差不多 就是 日本人 就很喜歡 用它 還有 去到後期 這個 Fuji-lon EVC 是很出名的 這個是風景模式 很明顯 是一個 按風景模式 OK 然後呢 風景模式之後 這個 就是 HG High High Light 這個呢 就是 應該夜景 還有一個 Marco Marco要對近 要拍一些近一點的東西 不是他對不到招 是的 基本上 有這個 風景 這個應該是 Fuji-lon Fuji-lon 它是 High HG 模式 這個 夜景 夜景有個 防紅眼 你看到 閃燈的回電速度 都是快的 拍照 都是很順 功能 又不會太 複雜 你看到 測光 紅外線 都很大 變成 Multi AF 應該可以有 差不多 基本上 剩下五張 我們就 Off 閃燈 拍照 對 拍照 OK Eject Panorama 就 推上 這個 退 Panorama 上下 封 相片 會 留在白邊 它屬於 全景 模式 拍照 也可以切換 你 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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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機 好 OK 試完了